2023乒乓球世青赛U19男团展开1%决赛的争夺 台湾在高成瑞的率领下以大比分3比1淘汰印度 比赛中小高一人独得2分 其中第二盘更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大逆转胜出 一起来回顾下吧 高成瑞词异的对手是帕亚斯贾恩 一看对方戴着眼镜一脸丝丝纹纹 球风却相当劲爆 小高开局后战术很明确 想靠着前两板去压制对手 好发强啊 印度小伙在输掉手机后对于回球落点的控制进行了调整 尽量往对方底线的位置去给 这样小高就无法从容的发起进攻 高成瑞在开局1比7落后的情况下 王强追至9比10 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挡住帕亚斯的进攻 康平从比分后帕亚斯乘胜追击 第三局又牢牢掌控了局面 要知道台湾拼鞋为了这次世青赛 甚至都没让高成瑞报名混合团体世界杯 就是想让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世青赛上 并力争率队取得好成绩 而世界排名第34位的小高 也是这次比赛男子当打排名第二高的选手 仅次于第9位的林斯洞 作为队伍中的头牌 在淘汰赛中连续丢掉两局 高成瑞显然意识到了危机 好在他及时调整 总算给予了对方回击 光剑分连续果断上手左右开弓 成功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精彩的防守反击这回合太提士气了 小高由于是庄志渊带出来的 因此他的球风相当稳健 现阶段比较大的缺陷可能就是临场的反应 调整能力还一般 之前的亚锦赛他一度将王楚清逼入绝境 只可惜最后输在了经验上 这场比赛决胜局小高牢牢掌控的场面 最终也以11比4取胜 从而大比分3比2为队伍拿下光剑一分 之后的第四盘 小高又以3比0横扫安库尔 帮助台湾杀进南团八强